接著我們介紹一個很重要的 一定要介紹的algorithm 數位通訊基本上要學 叫Sequence Detector 那為什麼要介紹Sequence Detector 我們剛剛前面介紹的都是Symbol Detector 對不對 我們都是一個一個去偵測 只有有一個方式是兩個兩個偵測 還記得就是Differential DPSK 如果加Differential的話我們是兩個兩個偵測 可是它不是一串的 那所以一個一個偵測或是兩個兩個偵測 畢竟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們現在希望是一串偵測一次 因為我們在傳送的時候都是一次送二十 一次送兩千個一次送三千個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一次來做決定的時候會更好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要討論一個問題了 memory signal with memory 這是 keyword 如果我們做一串偵測 什麼時候會變好 什麼時候不會變好 如果現在我們在偵測的時候 假設我一次送三個Symbol S1或是S1 S2 S3 我一次送 我連續送三個就是變一串 已經不是超過兩個了 那這個時候 這三個要送譬如說正負一 都是完全獨立的 mapping 沒有 memory 所以我要送第二個要送正一負一 或第三個要送正一負一 跟前面一點關係又沒有 這時候Symbolize detection就是最好 因為你反正跟前面有無關嘛 我收到這個R3的時候 我直接用R3來判斷S3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是沒有memory的時候 sequence detection跟個別detection 是完全沒有差的 所以什麼時候需要用sequence detection 就是你訊號有記憶 你這個mapping是有記憶的 我們看一下mapping什麼叫有記憶 我送正一 下一個呢 我們現在要送0跟1 0跟1 我們看一下底下那個圖 如果我現在下一個0或1 要對應到正一負一 跟前一個有關 所以我們來看 這個圖怎麼看 我們現在有個檔案要送0跟1 左邊是input 這個一般的圖是表示說 左邊是input 右邊是output symbol 所以我要送0跟1呢 分別送負根號1b 跟正的根號1b 你一看到這個知道就是什麼 這是射頻的投影 這不是基頻投影 因為它不是根號兩倍的1b 可是你會發現 當我前一個送完之後 到這邊的時候 我要送0跟1呢 改成送正的跟負的 剛剛是負的跟正的 01是負的跟正的 現在的01呢 到這裡的01呢 是正的跟負的 所以我要決定說 0對應到正1還是負1 正根號1b還是負根號1b 跟前一個時刻是有關係的 所以叫signal with memory 好這個signal with memory 事實上是我們刻意加上去的 所以我們特別強調它不是channel with memory 我們接下來會討論channel with memory 或noise with memory 我們不是討論這件事情 因為channel有memory的channel是雜訊 它是前後兩個雜訊是有相關性的 我們現在討論的N1N2N3都是彼此之間沒有相關性的 這叫做noise沒有memory 那當然noise的memory事實上是自然界產生的 我們只能去對抗它 我們不能夠去怎麼樣去處理它 可是訊號是我們自己產生的 所以訊號有memory是我們刻意加上去的 那為什麼我們要把訊號加上memory 其實它的頻譜效應會比較好 我們後面會有機會會再說明 就是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訊號如果這個mapping是沒有memory的 都是獨立的 那你整個一串下來的時候 它的autochrome function當然就是脈衝 所以它的頻譜會比較寬 因為節調的話是sign函數 所以它的頻譜需求會比較大 如果前後兩個訊號是粘製性的 它的變異是有綁住的 所以造成它的變化會有限 所以它的高頻就會變得比較少 所以通常signal with memory 它的高頻需求 它的頻寬需求會比較低 那所以也許我們可以把它降低更多 原來你要10MHz的頻寬 可是我們現在可能降到只有8MHz 或是7MHz 所以signal with memory 基本上它的頻譜效應會比較好 我們的spectrum efficiency會比較高 那signal with memory 有這個好處當然是不是有缺點 缺點當然就是說 它一旦有memory的話 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它有error propagation的問題 因為跟前一個有關嘛 所以前一個如果錯了 後面就會跟著錯一串 所以基本上signal with memory 它通常很怕的是什麼 很怕的是burst error 我們叫burst 現在的通訊很怕burst error 就是我錯就錯一串 就是我現在在打電話 突然有一段時間完全傳不通 那傳不通之後你要恢復很難 因為你signal有memory signal沒有memory的恢復期很快 一下就恢復了 可是如果是有memory的話 很怕burst error 所以我們將來介紹這種條片 像verterby 我們將來會介紹verterby 這叫verterby algorithm 它基本上verterby algorithm很怕的是burst error 它比較不怕的是分散式的 error 所以如果說我現在送2000個bit 我就一串來做決定 是signal with memory的時候 我現在如果發生20個bit是錯的 是有error的 那如果這個20個error 平均分散在整串的時候 它沒有問題 概念上沒有問題 因為就是說 每100個bit錯一個bit 很平均 那基本上到最後都是會正確 回來你要有這個概念 最怕的是什麼 我中間有20個bit連續錯 前面都對後面都對 它很難恢復 它很怕burst error 這是現在如果你用 有signal with memory的時候 它最怕的是burst error 連續錯誤 那我們後面會看到一個例子 就是它錯誤的恢復期 其實是比較慢的 錯越嚴重它恢復的 可能回不來 好 那另外就是說 既然signal memory是我們刻意加的 那它memory order 就是我們應該要知道 傳送的段這些段都講好了 所以L 你看到這個L就知道 它是memory order 那這個圖L是1 因為我下個時間的mapping 只跟前一刻有關 我可以斷開 所以那一般signal有memory的時候 你都要畫成一個graph的樣子 圖形的樣子 所以基本上就是 我都從一個state 它是一個state machine的概念 我現在的mapping 跟我現在的state狀態有關 所以有state的0 state的1 所以像這個例子的話 它有兩種不同的mapping 其實最多只有兩種嘛 要嘛只有0輸出負 1輸出正 要嘛就是0輸出正 1輸出負 你只有兩種mapping 你沒有別的 所以基本上state最多就是兩個 那你就把state畫出來 什麼時候用左邊那個mapping 什麼時候用右邊那個mapping 完全取決於現在這個state 所以基本上l是1 那這就是它的一個圖 然後 你這個是時間往右一直走 那傳送端跟接送端要講好 講好的圖 就可以了 這種圖叫nrgzi 基本上non return to zero交錯 integrate還是什麼whatever 反正nrgzi就是 那個i是交錯的意思 那nrg就是它基本上就是在 這個0到大 這次時間是0到大T 它完全送負根號eb 中間不會有0出來 叫non return to zero 它是完整的根號eb 好 那所以這個時候我們送的是 射頻的投影 加上射頻的雜訊 射頻雜訊variance 二分之二零是純實數的 所以我們收到的是連續的 這個大k可能很大 可能是一個封包 2000個bit 或甚至2000個byte 好 那我們現在知道 整個整串的一個高維的 雜訊我們帶的是純實數的公式 所以就是根號pi 0平方嘛 那根號就把它變成除以2 比較簡單 所以這個事實上是 純實數的高斯雜訊的公式 然後這個s是有memory的 好那ml decision的話 我們當然是把它取log 大者橫大小者橫小 log跟exponential消掉 n0消掉 負號取maximum變minum 那所以就變成是一個高斯的距離的平方和 取最小的 叫minimum distance criterion 這裡你就會發現就是說 因為有memory 所以這兩個不相等 你不能一個一個取最小的 然後加起來保證總和會是最小的 因為斷不開 我們曾經有高中的時候叫這個圖對不對 如果斷開了 那你要從甲地到乙地要找最短距離 你就一段一段來看嘛 這三條取最小的 這三條取最小的 加起來就最小 這是有斷開 什麼時候沒有斷開 中間有一些是這樣子 有一些是這樣子 這就斷不開 你不能夠這邊取最小的 加這邊取最小的就是最好 因為中間會有state 那意思就是說 我如果前面走這一條 我下一個時音就不可能走這一條 因為斷開了 所以它有memory 它跟你前面選的有關 當你前面一走上面的時候 下面有一些路就已經被排除了 這時候我們就知道說這種狀況 是不可能個別去看的 你一定要是整串一起看 好要整串一起看的時候 它的複雜度就高了 它的複雜度多高呢 我們現在不能個別去看 不能個別去看的時候 K又很大 我剛剛講譬如說K等於2000 那你就要試2000個可能 事實上是2的K次方 因為每一個S1 S2 它都有兩個mapping 這裡只是binary 那所以K一個的話 會有2的2000次方 這麼多可能一個一個是 那幾乎是天方夜台 是不可能實做的 所以Viterbi呢 基本上他已經退休了 他是UCSD的教授 他基本上很有錢 所以他在 還有捐了好像50萬美金吧 他的學校這樣子 那基本上他有錢的原因是 那是開公司 當老師教課是不一樣的 不會有錢的 所以他有開公司 所以他的公司曾經有出 好像 我不曉得是不是他本人的意思 曾經有一個這樣的文宣 就是說 Viterbi做的真正的Viterbi decoder 沒有錯吧 他發明 Viterbi decoder 他自己做當然是真正的Viterbi 別人做的是假的 對不對 所以他做的 他是開公司 好那基本上他是一個非常有名非常重要的結果 他是一個Sequence的Search algorithm 他不只不一定在Trey上做 任何的圖形他都可以用 他基本上他做的是最好的 Maximum likelihood的一個Sequence detection 那他可以讓原來要2的2000次方 這樣一個複雜度降低為線性的 他大概是2000乘一個常數 所以實作變得非常有可能 那其實他所做的東西不是他發現的 後來才發現就是說 因為通訊的人並不知道 學通訊人並不知道有個東西叫Dynamic Programming 它事實上是Computer Science的一個領域 Dynamic Programming其實就是做這個問題 就是說從假地到雨地中間有好多好多的路徑 那我們怎麼樣去找到最短路徑 它就是Dynamic Programming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 那Programming就是我們怎麼樣在這種動態的情況之下 去找到最好的一個路徑 那這個他們已經做很久了 它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Vertepic algorithm事實上就是Dynamic Programming 它只是人家已經證實了 那個是最好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只是說它這邊又從政了 當然它這時候就發現 就是說跨領域的一個knowledge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知道別的領域已經有做了 你再拿過來用就可以了 不過基本上它是第一個在通訊上 用這樣的algorithm提出來的一個厲害的研究者 所以它基本上它有2的case find vector point 基本上去變成一個循序的 那sequence這個字是 sequential這個字是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是還有實作上的可能性就是 它可以一段一段做 就跟我剛剛講的 它可以一段一段做 就跟如果說中間可以斷開 我們再做決定就簡單了 一段做完再做下一段 下一段做完再做下一段 所以它這個sequential的search 就是它可以一面收一面做 它可以unline Vertibility algorithm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它是unline的 順時的 一面收就一面做 它不用全部收完再一次做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整個的解釋 我們有一個範例 其實它並不難 有些同學可能都已經實作過了 好那基本上我們舉一個例子 就是用trailis來做 那現在就是dynamic programming 從甲地到乙地要找最短路徑 我們是歐式距離 還記得嗎 這是距離 甲地到乙地 那每一段有它的distance 那這個distance由誰決定呢 由接收值決定 所以它事實上圖形已經固定了 我們先看整個圖形已經固定了 甲地現在有個圖形 那這邊都有很多岔路 好我們要甲地到中間還可能會接在一起 到乙地的最短路徑 那每一段都有一個s 就是有很多的可能傳送值sm 所以每一段的距離我還不知道 什麼時候知道 我收到r1的時候 這是第一個 好所以這時候這一段的距離就決定了 是r1-s1的平方 收到r1的時候 這邊的距離都知道了 那收到r2的時候 這一段的距離都知道了 它的距離是收到r2的時候 是r2-s2的平方 那第三段 第四段 一段一段去算距離 然後所以基本上距離 這個圖形已經確定了 首先你的概念 這個圖形已經確定了 上面標的傳送值也都確定了 可是這個圖形的距離我還不知道 每一段的距離我不知道 它的圖形是這樣子 這個graph 基本上傳送端接著端 事先都講好了 所以我這時候收到r1的時候 我知道這一段距離是r1-eb的平方 那這一段呢 在收到r2的時候 我知道是r2-eb的平方 那這一段呢 就是跟這一段一樣 那這一段就是r2-eb的平方 每一段的距離都標出來之後 如果你現在r4都收到了 那每一段距離全部標出來了 那他就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從甲地到乙地的最短距離 是哪一塊 就是他就做 那所以他就是dynamic programming的問題 他就是traveling salesman的問題 就是很多dynamic programming的問題 都是一樣的 從這個點到那個點 我有一個圖形 那我要找最低的cost的路徑 所以基本上就是dynamic programming的問題 好 那我們現在一段一段來看 這個圖形到時間2t呢 基本上都確定了 所以傳送端走到時間2 接收端也走到時間2 它是同步的 所以sequential sequential這個字 那這時候呢 我們把-的根號eb 換成-的t啦 -st st就是根號eb 這樣畫這個圖 好 那這個時候 我們已經說到r1跟r2嘛 所以每一段的距離 你都可以算出來了 每一段距離都可以算出來了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說 在這個點 我們先看這個點 這個node t等於2t 那這時候我們就說 路徑 事實上進來的有兩條 標的是00 或者是11 就是說會走到這一點 如果沒有雜訊的時候 我要嘛就是要送information00 要嘛就是送11 兩個可能 至於哪個可能我不知道 但是 因為接收端嘛 我當然不知道你送什麼 所以我只能猜說 我已經走到這個state 代表說你要嘛就送00 你要嘛就送11 兩個可能 所以pass只有兩個 這叫pass 那這個時候如果看的是這一點 就是說是state1 然後我要猜你送的是什麼可能 那你只有兩個 01或者是10 因為是01或者是10 這樣這個圖應該很清楚了 那這時候呢 verterby就告訴你說 雖然這個圖形好像看起來不能斷開 可是呢 我們直接算00跟11的歐式 我們看這個點的歐式距離 所以這個距離 因為r1跟r2已經收到了 我收到的一個接收值 時間到了 時間2 到時間2t的時間 所以我就可以投影 做inner product inner product做完之後 r1這個數值就出來 r2也知道了 那在減掉可能的傳送值 那就是他們之間的雜訊距離 就是歐式距離 所以我們就算它 Ukrain distance 然後他告訴你說 這兩條呢就殺掉距離大的 留距離小的 但很直觀嘛 greedy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 如果這時候EE比較大 我就把它幹掉 我說這個不可能 它不會是最短距離 00才是最短距離 就前面那一段 前面那一段 那所以殺掉那個之後 有一個會留下來 叫做survivor 它把它稱為 survivor survivor path 那同樣的對於state1 state1 它一樣去比較兩個可能路徑的歐式距離 然後殺掉大的 留下小的 那個稱之為 survivor 那這時候我們R2也收到了 R1也收到了 對不對 所以就是 所以這時候 我們就 時間剛好結束 所以它是online一直做 一面收 收完之後馬上就做 馬上就殺掉 馬上就留下來 所以它可以online operation 這是它的一個好處 一面收一面做 那所以這時候你會發現 每個state它只會留一條 中間如果有交叉點 那我就只幹掉 那圖形就比較簡單了 這邊就只 這個點留一條 這個點留一條 所以它在graph上都可以做 它不見得要在trellis上做 剛剛那個圖形 它叫trellis 比較像是我們的繁梨嘛 就是梨巴 這看起來像梨巴一樣 所以把它稱之為trellis 但是任何圖形 都可以用vertible algorithm 所以這邊我們初步講 那再往下走的時候 很簡單 我們這時候 又收到一個R3 時間又往右 移了一段時間 所以在t等於3t的時候 R3也收完了 也投影了 也算出來了 所以這一段的距離 跟這一段距離 就做出來了 那所以我們就有總距離 這一段加這一段加這一段 我們當然知道 那這一段加這一段加這一段 我們也知道 那我們說任何一點 我們只留一條 叫survivor 所以algorithm其實蠻乾淨而簡單的 所以我們就比較 那這個下標代表state 我們就比較距離嘛 那這時候你就注意到 它有另外一個好處 它不需要把前面的距離重算 因為前面的距離都已經算完了 這個最短距離我們已經算過了 對不對 我們就把它保留 留一個memory 留個變數留下來 這一段的距離 我們是不是也算完了 也有啦 所以只要加上這一段 來比大小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是recursive 它有另外一個好處 它是recursive算 所以前面的我們只留兩條 我們只要把第三段加上去 比大小 留下小的 殺掉大的 做完了 所以到這邊也是留一段 那同樣的 我們到這個state也是留一條 殺掉另外一條 而且是recursive 所以你不需要整段都記下來 那所以任何一個state 只要留個survivor 所以什麼叫Veterby algorithm 用它的名字為命名 就是你只要對每個state 留一條就好了 然後因為這裡只有兩個進來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 比較大的丟掉 比較小留下來 如果只有兩條 你就是留小的 殺大的 每一個state 留一條survivor pass 那這個Alway這麼簡單 看起來是很greedy 就是我永遠都是走 讓距離 到目前我累積量最小的一個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 它的真正的貢獻在哪裡呢 基本上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optimality 它必須要做一個證明 它的證明 它的論文的重點就是說 它要證明這麼簡單的做法 它真正做到的就是 沒有損失任何的效能 它是沒有compromising the optimality 它是最好的 它是從假地走到乙跡的最短路徑 它雖然一段一段看 它一直殺掉 但是它沒有讓 它沒有殺錯 不可能的路徑 那這個證明基本上 當然就是有一些技巧 不過基本上它需要 它剛好是有個條件 好 任何的graph都可以一樣這樣做 一個一個殺 它絕對都可以做 但是有一個前提就是 它這個累積量 路徑的 我們是路徑一段一段看的 累積量要non-decreasing 當然因為它現在碰到的是歐式距離 所以它的pass的metric 在後面一定是增加的 因為它都是平方嘛 心的距離都是正的 所以它這時候再加一段一定會變大 再加一段一定會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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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保證它的路徑累積 是永遠一直變大的 那它這個做法 這個greedy的做法就是 保證是最好的 那所以基本上 它不見得要是正的 如果說現在你要做別的問題 譬如說你要從 從這邊到這邊 中間有很多因素 然後你畫一個圖 你要看你的cost 假設你現在要做投資 要看成本 效益 好 那這時候你當然 有時候做這個投資會賠錢 但是後面就會大賺 對不對 所以有正有負 那所以有正有負的時候 你就有可能 往這邊走的時候 一下子降低再增加 這時候這種方式就不是最好的 那但是有 所以基本上就是non-decreasing 是它一個重點 只要你的pass matrix 是永遠往上增加的時候 它這個方法就保證是最好 所以你都可以用了 那這個方法 另外一個好處是什麼 它為什麼可以 讓這個速度複雜度變好呢 我們來看一下 原來假定我們現在是R1 R2 R3 照理來講 你所有可能的組合是八種 畫成一個樹狀 那本來你要做的是 exhaustive check-in的話 就是八個路徑一個個是 一個減 那verterby是一段一段看 一段一段看 對不對 每一段 那這次我們看一下 verterby 它把每一段都分成兩個state 它是一個state machine的概念 所以我們看一下白色state的0 黑色是state1 我們都把它標出來了 所以它事實上是把一個 最大展開的圖形疊在一起 你沒有疊在一起的話 你做verterby當然也可以做 可是你就沒有殺掉了 你看如果現在我在tree上去做verterby algorithm 你到這邊來 你只有一條 那你怎麼樣殺掉一條 留一條 你發現你只有一條 你只能留一條 所以到這邊 你如果在tree上做verterby algorithm 當然可以做了 可能做到最後 你沒有節省任何的複雜度 所以基本上它的優點 事實上是你一定要疊在一起 疊在一起它可以殺 那我們看一下 這時候它是怎麼疊在一起的 所有的黑色的點都疊在一起 黑色的點將來都會變成一個node 白色的點會全部疊在一起 會在中間疊在一起 它沒有拉開 所以那一旦疊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們來看這邊這個圖 你會有失意 如果說我們到這個路徑的時候 你會發現 假設我們現在走到這兩個黑色的點 我們知道在verterby algorithm上面 這兩個黑色的點是疊在一起的 所以既然疊在一起的話 所有進到這個黑色的點的路徑 它只會留一條 所以這一條 或者這一條 這兩條一定要殺一條 對不對 所有進到同一個state的點 我把state的分類 我把點去做state的分類 所以這時候這兩個黑色的點進來路徑 我只會留一條 那我們這邊就是說留上面的 因為它的距離短 下面距離大 所以這時候你看這邊變成虛線 所以一旦你把這個點殺掉 它後面全部整串全部殺掉 因為你不可能再往下走 這樣你是不是可以理解 所以這個時候只要一旦這邊殺掉 後面整串都不用再做了 它的可能性完全沒有了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每一次 每一個state只留一點的這種做法 每一次到一個時間的時候 是整個tree殺一半 剩下了一半 它剩下的路徑都只留一半 所以原來是2的2000次方 這麼多的可能性 當我收到R1的時候 殺一半只剩2的1000 這麼多可能性 再收到R2的時候剩2的500 因為我殺一半 後面的全部要 再收到R3的時候變2的250 所以基本上 the number of paths searched 你要去搜尋的路徑 它每一次是reduced by a factor of 2 所以這樣它就加速了很快 一次都砍一半 一次砍一半 所以速度很快 這樣可以理解 它另外一個角度 看到它這個Veterbie algorithm 它的功效 所以這樣子它這個價值就出來 它又是最好的 那它又可以速度加快 它變線性的 因為它基本上 把複雜度一次都砍一半 所以這樣你就很清楚 它整個的一個優點 現在幾乎都是Veterbie的世界了 所以基本Veterbie algorithm 基本上你可以做在條片上 那這裡有個例子 我還是畫一個graph 那這個graph 那這個graph 基本上是一個trellis 為什麼是一個trellis 基本上它trellis的特性就是說 我每一段都長得一樣 好像是一個籬巴 trellis有個定義 就是我的graph 一塊一塊看都長得一樣 才叫trellis 那你的graph 如果一塊一塊長得不一樣 Veterbie algorithm 當然可以用 基本上它就是 不是trellis 而已 那我們就對於trellis 來講 我們只要畫其中一塊就好 因為一直是重複的 所以每個state 會有進來有兩條 對不對 有兩條你就殺一條 你有四個state 所以會有每一個stage 會有四條的 survivor path 一個state 只要留一個就對了 那所以基本上這就是Veterbie algorithm 那我們大概Veterbie algorithm講完了 接下來呢 要講另外一個Veterbie algorithm 一個重要問題 Delay Decision Delay 我們用一個範例 來給各位看 什麼叫Decision Delay 它是一個Veterbie algorithm 已經解決了複雜度的問題 可是它一個問題還 在實作上又出來了 我們說這個trellis 我們可能是送2000個bits 才做決定 那我雖然是online 我收一個R1 收一個R2 就馬上這邊就做處理了 可是事實上整串 到底送的是全0 還是0101交錯 還是什麼樣的information bit 你除非把2000個bit 圖形走完 你才知道傳送端 最好最可能的傳送值是什麼 所以我們必須要delay 要等2000個bit 全部收完了 我才能夠送輸出 你不能夠 那這個就變成有點麻煩了 因為我們可能會delay很久 因為封包其實大部分 不會只有2000個bit 可能都是2000個byte 所以你會delay很久 所以這個Decision Delay 就會造成實作上的一個問題 一般來講 我們還是希望有即時的回應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問一個問題 因為k通常很大 Decision Delay會非常的大 實作上不允許 所以我們就譬如說 我們可不可以做Early Decision Verturby algorithm在710年代或8年代 就已經提出來了 那當時其實有很多的Decoding algorithm 都被提出來 可是最後大部分時候勝出了 事實上是Verturby 那它當然有很多的理由 那譬如說Verturby algorithm 基本上當然是最好的 那其他的其實有別的Algorithm Decoding algorithm 其實效能也是非常好 也是最好的 但是基本上你會發現就是 他們有做實驗 就是說 我們在做Verturby的時候 其實這邊是Self Decision 我們看到的是R 實作的時候我們不會用R 對不對 R是real number 譬如說我們收到投影完之後 理想狀況我們在模擬的時候 理想狀況可能這個可能是0.3882165 對不對 就投影是一個純實數嘛 所以它是一個實數 可是實數你不會用實數來做 你會把這個東西框抬成三個bit 框抬成兩個bit 框抬成一個bit 然後用 那這是bit by bit的相減 好就是二進位的相減 然後二進位的平方 那所以後面會用一個線路來做 那Verturby有個好處就是 它只要框抬成三個bit 跟原來的R呢 事實上是用純實數來講的話 它效能損失只有大概0.1到0.2dB 所以它非常的robust 我們叫做它這個robust 那當時譬如說有另外一個 也被常用的一個選項 譬如說NASA那時候在外太空通訊 用的就不是Verturby algorithm 它用的可能就是Sequential Decoding algorithm 可是Sequential Decoding algorithm的理想狀況底下 就是純實數的效能是非常好的 可是它一旦框抬之後 它效能其實整個就掉下來了 只要你用三個bit 它整個效能就 比如說原來可能到達10-5 一下掉到10-3 可是Verturby在框抬三個bit 基本上它效能沒有掉太多 掉一點點 那現在大家因為效能大家要求越來越高 現在一般的Verturby的R 一般是框抬大概5到6個bit 因為它有更多的其他的要求 它要做同步等等一些的因素在裡面 好那第二個是Verturby algorithm的問題 就是說它是滿耗電的 因為你看它一直online 一直在收一直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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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記錄 它整個在收的過程當中 是一直打開的 所以它事實上是一個滿耗電的 一個裝置或一個元件 Verturby那一塊 所以也有些人後來在做研究說 我怎麼樣去讓Verturby變省電 那譬如說用偷的 一般來講就是 中間有些計算我是不是可以省略 它會去把一些段落關掉 那這邊我們講的是另外一個實作的考量 就是Decision Delay 實作上Verturby它有個很潛在的問題就是 它Decision Delay也很長 可是事實上後來它之所以被變得很實用的原因 是因為它可以解決 好那我們就用一個example來跟各位講 什麼叫Decision Delay 這個是從另外一本書算出來的 然後我們假設我們現在的Verturby 算的不是歐式距離 不算Euclidean distance 剛剛算的是Euclidean distance 我們現在算距離算Heming distance 你可以想像就是說我們把R1 R2 R3 匡抬成一個bit 就匡抬成一個bit 跟原來的一個bit去做相減 所以0跟0的距離是0 0跟1的距離是1 1跟0的距離是1 1跟1的距離是0 我們簡化了 那這個就是Euclidean distance 匡抬成一個bit的版本 那一個bit當然效能就差很多了 那兩個bit 基本上已經不錯了 OK 三個bit幾乎沒什麼效能損失 好那我們就看它的trade長這個形式 那我們現在知道說我們就看距離 到這個state沒有問題 它進來只有一條 所以每個state留一條 所以根本什麼都不用做 到這邊也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4個state要留4條 可是4個state每個也只有一條進來 所以也沒什麼好做的 連算都不用算 到這個state就有問題了 我們進到這個state 事實上是有兩個路徑 你兩個就要殺一條 留一條 那這時候我們怎麼比呢 比漢明距離 或者是簡化版的歐式距離 就是single bit歐式距離 好我們先來看這個結果 我們現在已經走到這裡了 r1也收到了 r2收到了 那我故意畫在這裡 原因是r1只有到時間結束才知道 r1是什麼 r1就是r1t對st的投影 對不對 所以一定是最後才把積分做完 所以r1是在這個時間收到 那在那個瞬間呢 我們當然就要算距離 那我們現在算的是歐式距離 那這個範例呢 我們再說明一下 它收到的是全0的 它希望我們正確路徑是全0的 所以事實上是最上面那一條 好那這個時候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個範例裡面 它其實假設的是 我們希望收到的是全0 因為它的假設傳送的是全0的 那我們看到下一頁 刻意舉個例子 就是說它第一個bit就收錯了 第一個照理來講它傳送00 其實它收到的是10 我們只錯一個bit 你會發現它那個錯誤 那個讓它不確定性會延伸非常的長 所以它是signal with memory 很怕的是 如果一連串的錯 它就會幾乎更正不回來 那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算說 這邊是00 00 如果你mark的話 那這邊是 事實上是11 好我收到10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這邊標的距離就出來了 當你收到之後 才知道每一段的距離 10跟00的距離 事實上是1-0為1 0-0為0加在一起 這是heaming distance 所以基本上就是1 那11跟10的距離 也是差一個bit 所以也是1 那我們只留一條 所以累積的distance就是1 到下一個就是1100 它原來標的是00 110110 那這時候我們說到10 所以這時候我們這一段又增加1 所以跟原來1加起來就是2 我們只要記得累積的最後一條 那11跟10距離是1 所以1加1也是2 那01跟10距離是2 所以1加2等於3 所以這邊1010一樣的話就是1 所以我們只要標最後剩下的就可以了 所以2231是這樣來的 好到下一個時間就開始做決定 我們說要開始正確的 R3是正確的 R3收到00 送00收00也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開始把前面 我們只要記得這四個數字就好了 2331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說00 00當然正確 所以2加2加0是2 加這一段 3加2是5 所以我們看到這裡就是標兩個數字 進來有2跟5 有沒有看到上面那個路徑累積的距離是2 下面這個路徑累積的距離是5 根據Vertorby的時候就是把距離大的殺掉 距離小的留下來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留這一條 其他都殺掉 那這個殺呢就是幾乎就往後就砍一半 這兩個後面的延續只有一個留 那下一個的話這個事實上是有一條 進來是4幹掉 所以留3那一條 那下一個留2這一條 下一個留2這一條 所以4個state留4條距離最小的 所以這時候你可以看到這個圖形到這邊很乾淨了 不可能的都幹掉了 我都畫給各位看 好這時候我們就問了一個問題了 我們不希望有細菌delay 這邊總共可能有2000個bit 對 我們不可能等到2000個全部收完了 我才輸出 我希望能夠提早輸出 可是這個時候我們畫這邊這個圈圈告訴你說 第一個bit是0還是1 我根本不知道 因為4個可能 因為我們幹掉了 因為Veterby記得是最好的 它是optimal 所以我殺掉的一定不會是最好路徑 所以最好路徑是這4條當中的一條 後面延續 當然是前面的那一段呢 就是這4條當中的一個一定是最好 因為它沒有把最好的殺掉 可是最好的 4條最好的前面呢 當然有一個是0有一個是1 所以你對於第一個bit到底是0還是1 你完全不知道 你完全不能輸出 所以你的迪西瓶Delay就是超過了2 你可以理解對不對 所以迪西瓶Delay大於2 這樣可以了解嘛 因為我們不能夠輸出 所以你還是要等 好到下一個時間 到下一個時間呢 所以我們就不得不再收一個 因為online一直進來 online要處理 那這時候當然還會有往下延續 各兩條 那殺一條 留距離小的 那這時候你能夠把第一個bit的輸出嗎 不行 因為當然你可以說4條嘛 我們投票嘛 有一條是投0 另外三條投1 你就覺得應該是1 可是基本上不見得 因為還要看後面的 搞不好這條距離 因為我們告訴你說真正的應該是0 在這本書上這個例子 它是假設送的是全0 那我們只錯兩個bit 就造成很大的困擾 如果你都沒有錯的時候 基本上都會很快就可以輸出了 所以dicc delay大於3 所以我們必須要收R5進來 R5進來呢 一樣幹掉4條 留4條 還是不知道 就只錯兩個bit 就變成造成分歧了 大部分都是對的 後面這三個都是對的 前面這兩個是只錯一個bit 就造成很大的一個團體分歧 我們四個人投票就不一致 我們不能用共識決嘛 不能決定 所以dicc delay就大於4T 所以這時候我們往下看 再收一個 收一個呢 一樣留4條 還是一樣分歧 好所以再往下還是分歧 再往下還是分歧 你就知道dicc delay蠻長的 到什麼時候呢 我們經過了六個時間 終於把很早收到的一個兩個bit的錯誤 慢慢修正回來了 修正回來的時候就會告訴你說 我這四個路徑呢 在第一個bit是0 還是已經有了一致性的決定 他們都覺得是0 而且有Vertorby告訴你說 我最後決定的一定是這四條當中的一條 它是最好的 所以既然這四個人都覺得第一個bit是0 那我們就輸出了 所以這時候dicc delay是7 也就是說從你收到了 到你真正把它送出去 中間會隔7個bit 所以基本上我不需要等到2000個bit都收完了 才能夠告訴你說第一個bit是什麼 所以它dicc delay不會到2000 現在有個問題 它不穩定 它有時候是7有時候是6 看狀況 如果這中間呢 如果又錯了一個bit 它又分歧了 我們知道它很怕這種是birth error 就是說你錯是連續一直出來 對幾個又錯了 對幾個又錯了 它很怕集中 一集中的話 你dicc delay會非常的大 甚至dicc delay會到達2000 所以你根本沒有辦法做 所以實作上會提出說 有沒有suboptimal Vertorby algorithm 就是說我們固定一個delta 我現在dicc delay就是32個bit 譬如說delta等於32 到32的時候 我第一個bit一定要強迫輸出了 這樣子我們才能夠實作 而且Vertorby基本上是硬體實作 所以它這個底訊解決最好是固定 所以它有個window sliding window 每32個bit 就把前面那個丟出去 每32個bit 就丟出去 那丟出去不一致怎麼辦 那很簡單嘛 就距離比距離 就是最直觀的做法 就是說好 如果大家不一致 那我們就把這四條裡面 距離最短的那個distance 最小的那一個 所做的決定 就認為是對的 這是一種做法 然後這時候就把 那個決定既然已經出去了 那基本上它的距離 就不用看了 我們就往後看一個window 所以總共只要看delta 這邊這個window就可以 然後往後再移一個 這時候就把這個病 強迫丟出去 基本上他們在模擬的時候 有好幾種不同的可能做法 一種就是我們現在講的 這個很直觀 當然還要做一些動作 另外一種做法叫做random 反正如果不一致 那我就選擇一個隨便丟出去 那你說random怎麼可能會work 基本上你會知道大部分情況之下 如果那個error不是很嚴重的時候 會random的情況發生的次數很少 如果你window夠大 所以random基本上不會有損失太大 如果你的delta很大 譬如說delta區64 L又是1 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 這裡delayL是1 所以當你大部分情況之下 你都會像這裡一樣 因為delta是64的話 這邊是7而已 所以大部分情況下 你都不用隨機選 它都是對的 它只有一個可能 大家都一致 那只有非常少數的情況 你還要去實做這個東西嗎 為了那個少數的狀況 你就隨機丟吧 算了 所以random的效能其實不會太差 這是這個原因 因為它發生的次數不多 當然如果delta太小的時候 它發生次數就很多 它的效能會有損失 所以有各種不同的做法 那Forney他基本上在74年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研究者 他證明了說 他用理論證明了 說delta只要大於5.8倍的memory order 基本上你的verteb algorithm的效能 就非常接近最好的效能 沒有什麼損失 那這也是為什麼verteb 現在變成實作上 大家很喜歡 因為這個delta不會太大 如果L是1的話 delta大概是5.8乘1 大概delta取6就可以了 但是我必須要說明的是 實作上比較薄間旗艦 delta最好取這個10倍以上 L的10倍 我們自己做的經驗是10倍 應該沒有問題 5.8倍可能有點不夠 在某些特殊的設計 Graph的設計上 5.8倍可能不夠 因為他這個分析是用指數遞減的方式 這種非常數學技巧去證出來的 好那這邊就講了 那verteb就很棒了 所以實作上各種問題都解決了 而且效能幾乎都沒有損失 他非常的robust R是quantized沒有問題 好接下來就講了比較難的 我們考試的範圍到這裡 後面就不考了 不過基本上我們就稍微講一下 因為對同學來講 verteb可能不見得是現在碰到的狀況 你現在碰到的狀況都是MAP verteb的MAP的版本 也就是說verteb的另外好處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做MAP的話 事實上prior probability要進來 sequence prior probability 而這個sequence prior probability 就是說我每個路徑的前置機率還不一樣 它不見得是uniform 因為我們是signal with memory 所以你常常可能會碰到signal 它在每個路徑被傳送的機率會不一樣 好那這時候呢 我們當然要假設說我們傳輸管道 還是沒有memory的 你就可以用verteb 因為它就變成個別的箱程 每個都是高斯 那我們看一下怎麼分析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的source呢 其實都可以畫成first order finite state Markov chain 什麼叫first order 就是這一個點跟這個點 它只跟前一刻有關 所以是first order Markov 我下個時間的Maping到底是怎麼樣 只跟前一個時間有關 所以是first order Markov 所以一般來講都是畫成graph 都是first order的 Markov 那為什麼是finite state 它的state個數本來就有限嘛 我們實作也不可能做無限多個 所以基本上像剛剛的例子 state是兩個或四個 就這麼少 那這個時候呢 大k代表是時間 我還記得是2000個bit的封包 所以k很大 那這時候你就注意到一個問題 他們在分析的時候 我們在決定這個路徑 假設你現在決定的是這個路徑 應該是距離最短的 原則上你可以記錄說 說的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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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或者你記錄的是 我說到是√1b -√1b 正根號1b 負根號1b 對 就是這個 就是說你可以記錄輸出 你可以記錄輸入 都可以完全來標示這個路徑 但是另外一個更實用的標示方法就是state 中間經過的state 就是s0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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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0 就是你如果是這樣走的話 所以意思就是說路徑 可以完全的 由你經過的state 來標示 來標示 這是一個想法 那用這個想法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們的state告訴我 然後你告訴我每個時間的state 我就完全知道它這個走的路徑 路徑嘛 反正台北 桃園 台中 高雄 那你就知道這個路徑中間是怎麼樣串接了 同時你會發現這裡是 我們畫成的東西叫trellis 我們說trellis的定義就是它重複性的 這一塊跟這一塊長得一模一樣 這一塊跟這一塊長得一模一樣 才叫trellis trellis一定是重複的 禮巴嘛 你要做禮巴就做一個標準的單位 然後一直一直重複 叫做禮巴嘛 圍禮 那這時候你的前一個state跟下一個state 中間的輸出是哪個 是什麼樣子 它完全決定了 我們只要看 從s0到s0 那就是負根號eb 從se到s0 從se到s0 也是負的根號eb 所以你只要告訴我一個 標準的輸出函數就可以了 因為它是禮巴 它是一個帆禮 所以它基本上是重複的 所以有這樣的兩個觀念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我們在做的時候 只要知道第一個state 你有n個state 然後你要知道up function 從前一個state 到下一個state 之間的關係給我就可以了 因為它是重複性的 不管case多少它都一樣 然後下一個就是 就是我們想要知道傳送的可能性 是什麼 其實像你解碼 只要知道state是走哪些state的串接 它是one to one correspondence 好那這時候我們就來看整個的分析 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sequential decoding 還記得這個字 我們需要做的是online 搜一個就決定一個 搜一個就幹掉所有的不要的路徑 請留下survivor 生還者 所以是一段一段 就可以online來做 那我們當然需要有一個decision window 所以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就是說 我們每個時間呢 因為它是我們假設 channel是memoryless 所以它只跟當下的雜訊有關 所以rk只跟之前的sk有關 sk就完全由一個 ALPUTFUNCTION決定 那如果我们的signal呢 可以化成graph 它基本上就是first order Markov 所以它只跟前一个state 跟下一个state之间有关 所以我们只要知道 前一个state跟下一个state之间的 发生几率就可以了 那我们知道说 如果前一个state是s0 下一个state是s0 它事实上就送的是 information bit是0 从凡理来看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是0到0 我们知道information bit是0 所以这也可以知道 那如果事实上是1到0 我们知道information bit是1 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 这个Markov其实它的几率就决定了 个别的bit送0跟1的几率 这是它真正的好处 我们后面会看到 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它事实上我们原来是 the vertebi algorithm 假设的这个都是2分之1 所以就拿掉了 但是如果万一 它每个bit 在整个sequence来讲 它不是2分之1呢 因为我们送了一个form包 通常有档头 有各种不同的变化 所以基本上它可能是相关的 好 那我们最后做一个 dynamic programming 我们说过 后来人家发现 vertebi algorithm 其实就是dynamic programming的特例 那边早就证明它是最好的 那时候学通讯的人 不知道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一样不能够拆 那我们就说 我们把这个积分 又是Markov 你会发现都是k子跟前一刻有关 k子跟前一刻有关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product 拆开来 然后把maximal 拆开来 那你看到最红色的这一块 这一块只跟s2有关 只有它不知道 其他的s1 s0 经过maximization都拿掉了 就好比说我们是一个积分 我是做dx积分xyz 那这时候x就已经积完分 就不是变数了 只剩下y跟z 所以重点就是说 d圈我们可以unline做 可以洗昆袖做 也可以一段一段做 跟前面的概念其实一样 稍微有点深 但是基本上的概念 其实就是dynamic programming 所以vertebi另外一个强项 就是它这样的一个概念 可以延伸到 不是equal prior 它照样可以做 而且它这个做法 可以硬体实作 我们要强调另外一个好处 vertebi algorithm另外一个好处 是硬体可以实作 因为它是繁离 它的每个动作是重复性的 所以我做一个硬体就好了 就一直灌回来 一直灌回来 一直做就可以了 它只是耗电而已 所以基本上是s2 所以givens2 我们就知道最好的s1是什么 所以就把它记录下来 那我这边讲一下就是说 有时候两个路径如果距离一样呢 假设这个算完的距离是3 这也是3 那我们说只要留一条嘛 那时候要留哪一条 答案是留哪一条都可以 因为结果都一样 我们只是要找一条最好的路径 对不对 我们没有说要把所有的最好的路径 都找出来 所以基本上随便丢这倒没有关系 它不影响效能 好这时候我们就做一个整理了 概念上我们就说有个branch matrix 为什么是branch 这是繁离 这个东西叫做一个branch B-R-A-N-C-H 它不见得是一个bit 一个branch可能是两个bit 我们刚刚L等于1 然后这个是四个state的时候 每一个branch 它事实上是送两个bit 所以我们是知道说 它定义就是这两个相乘 我们也没有注意k了 前一个state跟下一个state 这没有问题 那我们要比的就是说 它是一个metric 然后survivor path 基本上我们要每一次 要把走过的点记录下来 最好的那个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Dynamic programming做的是什么事 我们是收到第一个R1 我们先做个别的蓝色的这一块 那它是重复的 因为我们说它的动作都完全一样 同一块硬体可以做 做完之后它得到了phi1 就是这个maximum取完了 留下那个数值 那这时候再做第二块 那收到R2了 收到R1做完了 收灌回来 收到R2就同一个函数 完全一模一样的函数 所以它硬体可以做 好 做完了之后送到phi2 phi2之后又带回B 所以旋路又灌回来了 同一个线路可以不停地使用 那最后就决定了最后的路径 所以这边的algorithm 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就是一段一段做 收到R1做完了 然后2到k完全重复 你把那个branch matrix算出来 然后找最小的 然后这时候再把当时的走的最好路径留下来就可以了 这边同学自己看 那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 vertible algorithm做一个总结 基本上原来我们做的 如果不用vertible algorithm 它其实是很复杂的 它是2的k次方个选择 那如果state的数目够多 我们刚刚2的k次方是state只有两个 s0 s1 如果state有4个的话 就是4的k次方 如果state现在一般的话 可能state一般在通讯上可能是64个state 现在已经做到256个state 一般现在256个硬体实作都做得差不多蛮好的 所以你长度是256的2000次方 这是你原来硬做的 真正就是exhaustive checking的复杂度 那这个根本实作上是完全不可能做到最好的 那vertible algorithm它因为每一次干掉一半 那如果是4个state的话 每一次不止干掉一半 它事实上是干掉四分之三 留四分之一 就是说它那个factor会消得更多 所以它基本上是线性的 它是2000乘以state的平方 为什么state的平方呢 因为它基本上 它这个每一次的凡离呢 总共大约有 前面有s个state 后面有s个state 所以它的路径最多啦 最多就是s乘s 所以如果state是两个的话 这边最多是四条路径 那如果是四个state对四个state 这边最多是16条 事实上通常不到16条啦 是比较少 它不会全部都化 我们前面有四个state的状态 所以这是worst case 大概是s平方 然后你就是重复了2000次 所以它的复杂度 事实上是线性的 我们叫做linear complexity 所以你将来会听到人家讲 Verturby algorithm的复杂度是linear 而原来的exhaustive check-in 它的复杂度是exponential 所以它是一个linear complexity 所以实作上非常容易 同时它有两个好处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它有什么sliding window 它就很robust 它可以quantization 三个bit就很够了 所以它有非常多的实作的好处 所以它现在变成dominate 的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algorithm 所以大概很多的情况都会用 像我们之前介绍的 continuous phase modulation 它的demodulation 其实就是Verturby 各位还记得我们有画那个phase trellis吗 我们后来有介绍画phase trellis 看到这个字 看到phase 我们要决定phase 你就用Verturby做 因为Verturby在任何图形都可以做 所以CPM基本上也是Verturby在做的 Differential encoding 我们前面介绍的 它也是Verturby做的 convolutional code decoding也是Verturby做的 那甚至channel estimation 也现在用Verturby algorithm来做 因为channel estimation就是要猜 channel现在乘上去的那个gain 到底是多少 如果它是有限个数 那state就固定下来了 这时候你就只要猜 它是channel在走哪个路径 你假设它有一个走的路径 它的变化是一个trellis 那一样你可以做Verturby 所以那你更高阶的Marco 基本上没有关系 你只是把state的加倍 又回到了first order 所以照样可以用 所以在历史上 后来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变化 那我们这边介绍两个名词 1974年有一个很有名的VCJR algorithm VCJR是四个作者的 第一个less name的第一个字的缩写 简称VCJR 那后来同一个时期有其他研究者也提出类似的概念 所以叫Bone-Welch algorithm 那这algorithm当初在提出来的时候不是很有名 原因是因为VCJR那时候提了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现在如果在这整个路径里面 它是一个trellis 可是我不关心整个2000个bit 到底整个2000个最好路径是哪里 我关心的是第1232个bit是0还是1 我其他都不关心 我只特别关心这个bit 他当时自己问了这个问题 那这个时候我可不可以用Vertibility algorithm 去找到最好的就是中间那一个bit到底是0还是1 那以数学上来讲的话 你就是还是一样要去测试所有可能的路径里面 但是你只关心那个bit是0的 跟那个bit是1的路径 我们这边要看就是说 我们把假定这边 这边都是对应到这个bit是0 那另外的这些路径呢 对应到这个bit都是1 那你就要去看事后几率哪个大 因为我只看这个bit 所以这时候你要把它这边的几率全部加起来 那这边如果是两个stay的话 基本上有2的2000四方这么多个路径 其中有一半会赞成这个bit是1 有一半赞成这个路径是0 所以你要把它sum起来 所以这边就是我看所有的路径这么多sum起来 但是对应到这个bit是0的 跟对应到这个bit是1的 全部加起来之后比大小 就是最好的决定 我们只看single branch 这是BCJR当初在1974年 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他有提出最好的解 那他也是提出类似Veterby Algorithm 但是他基本上要来回做 他事实上有来跟回两个pass 来算这个 因为算这个其实就变得有summation 就有点复杂 所以他必须往前推一次 再往后推一次 两个方式 所以他提出了一个algorithm 可是这个algorithm最后效能不是很好 虽然它已经是最好的 可是事实上他当初的想法是说 我一个bit的决定 我现在有2000个bit要做决定 对不对 那我就一个bit决定它是0还是1 然后最后再把它串在一起 送回去 我现在有2000 那原来的Veterby Algorithm是一次决定最好的路径 然后把这个最好的路径对应的0或1 然后就送出去了 然后整体看它的0或1的效果是怎么样 2000个bit里面错了80个 所以我的错误率是80除以2000 那他们的想法是说我们一个bit一个bit的决定 那每个bit都是做最好的决定 那是不是这样子会很好 结果事实上bit array没有比Veterby好 那这也可以可预期的 因为个别做决定再汇整在一起 因为你看的是局部 所以好像没有比较好 我看整段的不见得会比较差 所以后来它真正出来的 是不是在1993年 那个Purple Code出来之后 它重新的用这个algorithm 所以这个时候BCTI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从1993年之后才重要 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 它这时候它算这个bit1243 这个bit等于0或1的事后几率 它会算出来 它的algorithm会帮你算出来 那算出来是0.9 它是0.1 那我当然就猜0.9 然后再把每个bit都个别去算 那这时候93年那个Buru 他们在一个法国的研究者 他们做的时候就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那原来我们在做Veterby Algorithm的时候 都是假设事前每个bit的事前几率 都是2分之1 2分之1 uniform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个东西 再当做事前几率 再重复做一次 我们刚刚不是介绍 Veterby Algorithm事实上可以做在MAP上面 当然它事实上又想到另外一个 它事实上是turbo的一个做法 所以它事实上有两个decoder 两个decoder 然后这个decoder呢 会用BCJRalgorithm帮你算出来 说每个bit事后几率是多少 然后把这个东西当作 另外一个decoder的事前几率 然后用MAP再做一次 但是事实上是做的还是BCJR 它又update这个bit 这是0或1的几率 然后再灌过来 让它变成事前几率就来回做 那它可能是第一个想到这个方式的 它没有办法做分析 所以它在93年提出来的时候 它这个想法呢 基本上被很多研究者质疑 那因为他们一般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 都希望说你这个想法有什么脉络 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你必须要能够提出来 但是他们的Beru他们在做的时候 因为他之前都没有发表任何重要论文 他几乎在通讯没有看到 他之前有发表任何其他的论文 他是属于一个 好像自己默默的在一个小圈圈做的一个研究者 所以他在1993年在Woom发表这个论文的时候 很多重要的研究者就站起来说 你到底怎么想到的 然后你这个结果为什么这么好 因为它模擬效果非常的好 是远超过当时所有的研究者的验结果 他是 他的论文标题是 他是第一个可以达到Shenan Limit 在1dB以内的一个方式 但他方式当然非常复杂 他总共重复了18次 然后第二个是他的大K很大 他的效能要很好的话 大K在事实上是65536 他的大K这么大 是非常大的 还是31code 所以他的总长度是三倍的65536 他的大K是18万个bit 所以基本上他在那个情况下 他用硬模拟出来 那时候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 我也照写了一个 大概run一次大概要一分多钟 一次 那我们大概要证实错误率是10的负五次方的时候 你就算一分钟要run 10的七次方次 所以run很久很久 类似这样的概念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非常time consuming的一个模拟 不过模拟出来的结果就是非常好 那不知道原因 所以他当时人家问他问题 他也没办法解释 没办法解释对我们这个原来传统的那些大牌的研究者 就会觉得很不能接受 你难道是偷来的吗 对不对 你完全不知道你怎么想出来的 他也完全没有办法证实 没有脉络 可是后来就是说 我们这种学工程人就是这样子 就是眼见为信嘛 所以那些当时像Macleese 他们当时都有问问题的在骂 说你到底怎么想出来 你也不解 可是他们后来回来都有偷偷的 偷偷的写这个文件 都偷偷的模拟 就发现就这么好 他就是这么好 所以你也不得不相信 所以相信后来就变成说 大家就开始思考 为什么这样的做法会变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就说BCJR基本上 他后来就变得非常重要 Turbo Code 所以这边是介绍Single Branch 所以基本上我们后来就发现 这样的一个思维呢 很多应用都可以用 是Soft Output 这一讲Soft Output就是说 我不要再输出零或一了 我输出的是零或一的几率 丢给别人 所以输出是一个实数值 那Turbo Code在1990年出来 后来到1998年呢 就LDPC Code出来 都是用一样的概念来做的 那Image Pattern Recognition后来也用了 因为我们的影像处理呢 常常需要知道说某一块 我们不要知道整个影像 我们常常不需要解除整个影像 我们可能需要知道影像的某一块 那这样的一个algorithm就很有用 那DNA常常也是一样 我们要locate某一块的pattern 那这个algorithm就很有用 那所以我们大概第四章介绍到这里 MING PAO TORONTO 地 灵里 灵里 СТ